你好 欢迎收看7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为了宣传花莲全线的地方文化馆 拉近与外地民众的距离 花莲文化局官方脸书 花莲艺文漫游 把6月间展开8场直播 邀请管事人员线上介绍花莲各馆特色 期盼透过直播互动 介绍花莲县地方文化观光景点 带动参观人潮 凡是有互动留言的民众 都有机会获得好礼 为宣传花莲全线的地方文化馆 拉近与外地民众的距离 6月起在文化局官方脸书 花莲艺文漫游 共有8场直播 邀请管事人员 线上介绍各馆特色及活动 日前来到松原别馆 从馆长以及专业解说人员的角度 带领民众认识松素以外的松原别馆 以及邻近的锅子旧音乐文化馆 以往做宣传啊都是在比如说报纸啊或者是电台 那我们今年原本也是因为这样做宣传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我们原本管社是做一些讨论串联的活动 那我们想说我们改成利用直播的方式 然后来介绍管社跟管社之间的合作交流 那像上一场 我们是介绍那个 细心茶椅博物馆玉皇米根 那个香药香便当调查局 这是跟米池有关的 的那个地方文化馆这样 那这一次我们来到了松原别馆 然后是跟我们的锅子旧音乐文化馆 来做一个结合来做一个介绍 那我们希望透过直播的方式 然后能够让比如说网路这一块的群众 八年人群众能认识我们地方文化馆 球场直播已在六月展开 以稻米的家乡为主题 介绍香药香便当调查局 玉皇米白年文化故事馆 以及七星柴鱼博物馆等 接下来七月还会有收封木瓜西生态馆 和瑞穗拔着庄长明文化馆 以及八月的花莲堂场和浩克艺术村 凡留言互动的民众 就有机会获得文创产品农产品等奖品 想知道更多花莲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馆 可搜寻脸书本事页 花莲译文漫游 记得蒋邦彦华联市报导